女帝出征 血云楼被覆灭 已经是昨日的事情 新的一天 皇城 中府 钟灵急冲冲的要出府 临出府门的时候 却是被人喊住 灵儿 你这是急着去哪 啊 钟灵扭头 看到一个身穿大红官袍的中年男子 正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盯着自己不放 站定之后 钟灵回答 爹爹 女儿打算去宫中一趟 他面前男人 正是当今大言皇朝户部尚书 钟阳明 大将军中立双的夫君 他的父亲 去宫中 钟阳明念叨着 瞅着面前的女儿 寻常 女儿打扮都是一身黑色净装 干净浅练 可眼下 却穿着一身火红的宽松长衫 竖着高马尾 比过去显得更有些女儿家姿态 是的 临走之前 陛下叮嘱女儿要照看着点亲王 现在正要入宫随从护卫 钟灵点头 钟阳明皱着眉头 心中莫名有些不快 那亲王在宫中有敬畏保护 哪里需要你这么上心 更何况 听闻那亲王贪图享乐 无所事事 语气有些不分 你又没跟亲王大人相处过 怎么能随意评价人价 说完 钟灵就跑开了 消失在钟阳明面前 黎月儿 钟阳明连忙喊了一声 追了出去 可到了府门口 就发现自家女儿 欢快着蹦蹦跳跳 朝着宫中去了 站在府门口的钟阳明 一时之间脑子一片空白 啥情况 记得昨日 女儿不是挺排斥着萧天 还抱怨娘亲 给她招了个破差事吗 怎么一夜之间变得这么快 还为了那个萧天 跟她这个当爹的顶嘴 不知道为何 钟阳明心中 觉得有些不大妙 钟灵可不管 钟阳明复杂的心理变化 很快是进入皇宫之中 他有特许 能够随意进出宫内外 到了皇宫之后 钟灵得知萧天 在御花园 就赶了过去 邵将军 御花园门口 守在这的近卫 见到钟灵到来 都十分意外 尤其是瞧见钟灵的打扮 更是有些错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钟灵 会做这样的打扮 亲王在里面吗 钟灵一边开口 一边朝里面走去 啊 守在门口的两名女警卫 立刻反应过来 在 就是 两人话还没说完 钟灵就已经过去 女警卫彼此对视一眼 偷偷转过 身趴在院门口 朝着里面看 你说邵将军 看到亲王那样 会不会发飙动手 很有可能 邵将军的性子 向来如此 果不其然 两人朝着里面看去的时候 发现钟灵呆呆的 站在不远处 望着前方 那里 正是御花园中的观赏湖边 宫中的侍女 举着偌大的菩萨 在旁边 轻轻挥动着 好让躺在那柔软 躺椅上的萧天 感受到柔和凉爽的威风 萧天倒在躺椅上 双臂枕在脑后 翘着个腿在那晃悠着 瞇着眼睛 望着远处 不知道 是在看什么 边上有另外的侍女 包开进贡的瓜果 伺候着送到萧天嘴边 什么叫梦寐以求的日子 这就是 舒坦啊 萧天伸手接过侍女 递过来的茶 作了一口 继续悠哉的倒在堂椅上 看着系统过去宿主的精彩人生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在皇宫的御花园 享受着宫女的伺候 看着另外的特效大片 一个字 爽 美好的 退休生活 萧天美滋滋的念叨着 比他以前在地球想过的退休计划还要好 甚至 还横起了小曲 站在边上的刘燕 略微皱着眉头 攥着腰间配刀刀柄的手 都不由紧了些 陛下御驾清征 奔赴前线厮杀 可他的夫君 却在这贪图享乐 实在是让人气愤 背后 有脚步声响起 刘燕转过身来 就瞧见一袭火红的嵌影靠近 少 少将军 瞧见来人 刘燕十分意外 眨了眨眼 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 上下打量了下钟灵 他感觉对方一瞬间 似乎有些陌生 嗯 在堂椅上休息享受的萧天 扭过头来 你这小丫头 跑来干什么 陛下让我保护亲王 当然要刻劲直手 钟灵一板一眼的开口 走到萧天身边站定 一副贴身侍卫的姿态 萧天瞧着钟灵 觉得头疼 他是真不乐意 这小丫头待边上 他要是哪天口误 嘴瓢了 把自己暴露了怎么办 想到这 萧天没好气的挥了挥手 哪凉才哪呆着 别凑热闹 谁要你保护了 他话音落下 四周立刻是安静下来 侧后的宫女都是身躯一江 刘燕更是瞪着眼 望着萧天 怀疑他是不是在找死 就少将军这皮钱 到时候动手 他拦还是不拦 我不走 我就在这 这是陛下的命令 我可不想抗制不遵 钟灵摇了摇头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仿佛脚升了根 这一幕 让旁边服侍的宫女 都傻眼了 守在旁边的女进卫 还有院门口 准备看戏的女进卫 瞠目结舌 刘燕 她脖子仿佛僵硬了一样 机械般的转过来 死死盯着钟灵不放 尤其是看到 钟灵脸上挂着笑容 用一种奇怪的目光 盯着萧天不放 刘燕心中咯噔一下 完了 少将军 恐怕真的坏掉了 一定要将这个事情 跟将军汇报 不然恐怕会有大问题 想到这个时候 刘燕看向萧天的目光 已经彻底的改变 说起来 萧天的确有一副好皮囊 但他怎么都没想到 这个男人 竟然是个祸国殃民的妖艳货色 先是不知道 怎么迷惑了陛下 让他跟这个 一无是处的男人澄清 大言皇朝年轻一代的 天之娇女 少将军中灵 竟然也被这妖艳亲王迷惑了 刘燕越想越慌 仿佛看到了 未来陛下沉迷难色 不误朝政 大言越加衰败的场景 统领 就在刘燕胡思乱想的时候 听到御花园门口 有人喊自己 刘燕看去 发现是禁卫副统领 迈不过去 怎么 出事了 这副统领开口述说 什么 刘燕瞪大双眼 不可置信 刘燕正正的站在御花园门口 宛若梦中 副统领竟然告诉他 大言黄朝中 血云楼的分楼 覆灭了 过去 血云楼在大言黄朝的分楼 向来是女帝陛下的眼中钉 肉中刺 陛下动过许多心思 一直没能找到分楼所在 唯一能做到的 无非是强势镇压 逼得血云楼 分楼杀手 不敢明明白白冒头 只能小心翼翼行事 哪怕如此 也是苦不堪言 自己丈夫 更是为了保护百姓 惨死在血云楼杀手的围攻下 大仇莫名其妙 就这么报了 刘燕自然开心 但是 消息属实吗 刘燕收敛脸上笑意 神情凝重 副统领点头 千真万确 加急的情报 有人亲眼看到 分楼破碎 从空中跌落 砸在路阳山中 紧跟着 这副统领 是将情报 一些具体细节 一一说明 疑似灵气的小型岛屿 空中阁楼 跌落 听到具体情报 刘燕恍然大悟 难怪陛下 一直找不到血云楼总部 悬浮空中 那么就有可能 随时移动 不断变换位置的总部 找起来自然艰难 统领 你当初随口一说 竟然还说中了 门口的女进卫 忽然开口 嗯 刘燕看向对方 一脸不解 统领你忘了 青岩山上 你不是说 哪天血云楼不开眼 惹了强敌 被灭了才好 曾经跟着护卫萧天 去过青岩山的女进卫 开口道 刘燕表情一致 逐渐古怪起来 我这就随口一说 谁知道这么灵验 怎么 这时 好奇的钟灵 也是走了过来 副统领见到钟灵过来 拱手道 少将军 血云楼分楼 灭了 嗯 然后呢 钟灵一脸淡定 点了点头 一下子 空气都仿佛安静下来 刘燕看着钟灵 将军 难道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吗 钟灵表情一僵 下一刻立马反应过来 惊呼一声 血云楼分楼被灭了 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 我刚才一下没反应过来 胡编 吃瓜群众肖天 扯了扯嘴角 嘀咕 这小屁孩 太假了 肖天很担心 就钟灵这波演技 不会分分钟露线吧 钟灵拙劣的演技 也并没让刘燕他们怀疑 此刻的刘燕 担心的是其他问题 若是往常时候 这的确是好消息 可眼下不好说了 钟灵这一下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 刘建你丈夫的仇 这不就爆了吗 为什么不是好消息 讲到这的刘燕 神情严肃 看着钟灵 邵将军 血云楼分楼 虽然不知道是谁出手覆灭 但毕竟发生在大炎皇朝疆土 若是背后血云楼总部 向大炎皇朝发难怎么办 陛下此刻御驾轻征 大炎皇朝 挡不住血云楼总部的报复 而最坏的情况 那位南荒域的杀手之王 亲自出手去北江战场添乱 讲着讲着 刘燕发现 面前的邵将军 居然在笑 以他的了解 钟灵应该是忧心忡忡 恨不得先前 就去北江找大将军 钟立双汇报情况 商讨对策 现在 他在笑 少将军 你在笑什么 刘燕搞不懂 忍不住问出声来 语气 甚至有些失望 大炎皇朝生死攸关的时候 钟灵怎么能笑得出来 难道钟灵 已经沦陷在萧天南色中 提前堕落了 啊 钟灵这才反应过来 瞧见刘燕神情 又看到旁边副统领 和两名守门女 敬卫的古怪目光 才如梦初醒 他知道血云楼总部 已经覆灭 杀手之王躲床底 都被萧天揪出来弄死了 但其他人不知道啊 其实 血 钟灵刚刚开口 已经变了脸色的萧天 就已经从旁边跳了出来 两手就是一巴掌 招呼在钟灵的脑瓜子上 啪 这一巴掌 响亮 打得刘燕等人 都梦了 钟灵更是后知后觉 呆呆的望着萧天 等到剧痛袭来的时候 才双手捂着后脑勺 委屈巴巴的眼角泛泪光 我在旁边都听得很清楚 国难当头 你还嬉皮笑脸 成何体统 萧天义正言辞 指着钟灵训斥 犯了错 挨打就要站直 还有脸哭 跌回去 钟灵被萧天 这凶巴巴的模样 吓得一机灵 晶莹剔透的小翘鼻一耸 竟然还真的将泪花憋了回去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刚才差点说漏了嘴 刘统领 小孩子不懂事 你也别跟他一般见识 他本性不坏的 萧天这才转身 朝着几乎实话的刘燕 歉意着开口 我 刘燕脑子一片空白 讲不出话 刘统领 大言皇朝国运昌盛 不管有什么困难 肯定会转位为安 你也不要太担心了 萧天再次接过话 宽慰对方 亲王大人 就是刘燕看了眼钟灵 还准备说什么 就被萧天再次打断 萧天一脸严肃 向刘燕保证 刘统领 钟灵这孩子 我等会就好好教育他 你还有事 可以先去忙 没关系 说完 萧天朝着刘燕点头致意后 美好气的冲着钟灵鹤道 跟上 哦 钟灵捂着脑袋 乖乖的跟在萧天的屁股后面 沿着御花园的观赏湖 走向另一边 直到两人走远了 刘燕都没缓过神来 统领 如果属下记得不错 您是看着邵将军 长大的吧 副统领在旁边 同样面色古怪 缓缓开口 刘燕恍惚着点了点头 我是看着邵将军长大的 刚才怎么搞的亲王像 是邵将军他爹一样 咱们成外人 副统领语气古怪 觉着哪哪都不对劲 邵将军认识亲王 也才两天不到吧 旁边的女敬畏 也是压抑的开口 而且 邵将军在亲王面前 太听话了吧 一时间 他们齐齐看向前方 远处 隐约可见萧天跟钟灵面 对面站着 亲王萧天 似乎在训斥着什么 而钟灵 则是如同乖宝宝一样 低着头默默忍受着 问题 比我想象中严重 刘燕语气 十分的恐慌 朝着旁边副统领道 你赶紧写信给大将军 顺便告诉一下钟尚书 明白 你是傻子吗 你刚才血云楼三个字出口 后面怎么解释 拜托啊 我只是想悠悠栽栽 享受一下退休生活 能不能别搞我 动动脑子管住嘴 不要胡说八道 萧天看着面前的钟灵 气就不打一处来 知道自己 差点惹祸的钟灵 也是老老实实的挨骂 没有半点脾气 毕竟 他已经被萧天 彻底的折服 对方强大到逆天的实力 已经深深的烙印在他的脑海里 挥之不去 从萧天的身上 他是第一次体会到 解决不了问题 就解决问题本身 这感觉有多么畅快 我知道错了 再也不会了 钟灵抿着嘴 向面前的萧天保证 望着萧天的双眼中 仿佛闪烁着光 瞧着面前这傻姑娘的目光 萧天叹了口气 所以 你到底要干什么 别用那种别角的借口 来糊弄我 呼 啪出口气 钟灵神情郑重 朝着萧天躬身 亲王大人 请收我为徒 想像您一样那么强大 萧天嘴角抽搐 背着手往回走 不住摇头 我又不懂修炼 教不了你 怎么会 亲王您明明那么厉害 怎么可能不懂修炼 钟灵不相信 追上萧天 萧天耸了耸肩 我完全是头抬头的好 亲王大人 我已经长大了 不是小孩子 请不要这样糊弄我 钟灵有些气恼 萧天停下脚步 瞥了眼钟灵 叹了口气 你长大 是用脑子换来了 有什么好骄傲的 而且 我也没糊弄你 真的没法教你什么东西 说完 萧天就已经快步走回了 御花园边上 慵懒的重新倒在了堂椅上 钟灵撇着嘴 回到萧天身边站着 也不出声 就这么默默的盯着他不放 小屁孩 萧天轻哼一声 继续看片 并享受着公寓的伺候 妙阿瞧着萧天 跟钟灵这古怪的相处模式 刘燕时再是看不懂 不过 真正困扰他的问题 还是血云楼有可能的威胁 就在刘燕忐忑不安 整个大延黄巢上下 都有些忧心忡忡的时候 半个月 就这么过去了 这段时间 大延黄巢 就没有遭受到任何有关血云楼的侵扰 而一个极其劲爆的消息 也是传递到了大延黄巢的皇城 与此同时 青岩山上 萧天又一次出宫 出城来到这山上踏青 主要目的 还是为了狩猎 这有着山王之称的野猪 上次吃过烤肉后 萧天时再是难以忘怀那种滋味 身为女禁卫统 刘燕自然是再一次随行护卫 统领 这时 忽然有宫中女禁卫 奔跑上山而来 刘燕原本手 在萧天边上 转身看向跑来的部下 皱着眉头 我记得不错 你应该在宫中指手 怎么跑这来了 统领 天机阁得到的消息 南荒狱第一杀手组织 血云楼被神秘强者 尽数覆灭 杀手之王云尊来 世心继于燕 以及猎卢守黄刚 都确定死去 有尸首为证 从今往后 废话说完 周围刘燕的一帮老部下们 纷纷集体扭头 看了过来 被众人集体注视的刘燕 哑口无言 一时间被这消息给弄猛了 这半个月 他一直担心 血云楼总部会向大盐皇朝发难 结果现在告诉他 血云楼被灭了 头 这时 旁边话最多的那个女禁卫 忽然笑了起来 这不是巧了吗 是啊 半个多月前 你说血云楼要是被影视大能灭了就好了 结果血云楼就真的没了 真是巧他妈 开门看到巧在门口 巧到家了 就在这个时候 前来报信的女禁卫 忽然弱弱的问道 统领说这话的时候 该不会是在十七天前吧 大家表情一正 纷纷看向这个报信的女禁卫 的确是那天 怎么了 报信的女禁卫表情更加古怪 根据天机阁情报 血云楼覆灭的那天 正是统领说这话的那天 这下 四周立刻就安静了下来 头 最后 还是有人率先打破了沉默 你这嘴巴 开过光吧 刘燕 半想过后 刘燕忽然是默默的走到旁边 坐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 将挂在脖梗上的一块玉取下 轻轻抹撒着 刘燕 就这么看着玉 看着看着 脸就已经被泪水打湿 有人替你报仇了 真好 谢谢 真的谢谢 谢谢 坐在那的刘燕 就这么坐在那 摸着玉 流着泪 不停的道谢 一直不停 她的老部下 其他女禁卫们 也是红着眼眶 默默看着她的背影 反倒是另一边 亲手体验烤肉快乐的萧天 没心没肺的哼着小曲 朝着那焦黄酥脆冒油的表皮上 刷着酱料 亲王大人 谢谢 乖乖蹲 在萧天身边 抱着腿的钟灵 悄悄的向他开口 那是人家嘴巴开过光 跟我没关系 不要胡说八道 萧天黑着脸 指着面前的烤全猪 这么闲的慌 替本王割肉去 没意思 钟灵撇了撇嘴 起身去割肉 萧天被着手起身 回头看到 刘燕坐在那 微微颤抖个不停的背影 露出微笑 轻声呢喃 不客气 南荒域 血云楼总部遗址 旁边一处阴影 忽然扭曲 如生腾起了一阵黑烟 最终是化作了两道身影 最终定型 一老 一少 老师 会不会是大阎皇朝做的 看着面前的血云楼遗址 年轻人语气中的惊骇 无法掩饰 黑袍老者摇了摇头 覆灭血云楼的凶手 有嫌疑的对象很多 唯独不可能是来自大阎皇朝 一日之内 将血云楼在大阎皇朝的分楼 跟集结的总部同时覆灭 大阎皇朝 还没这样的本事 走吧 如今紫若燕被老伙计拖住 正是我们的绝佳时机 飞袍老者的话音落下 他跟年轻人的身形再次扭曲 脚下的阴影 如同沼泽 让他们缓缓沉入其中 老师 我们现在要去哪 北疆战场 不 我们去青岩山 老者的声音刚刚落下 他们师徒二人的身形 也是同时消失不见 北疆 不仅是大阎皇朝的北门户 距离皇城也极为的近 一旦失守 北面蛮人就能直冲而下 直指皇城所在 这也是为何 蛮人圣尸出手 紫若燕便坐不住 带着一批精兵急行军 短短七日就奔赴北疆战场 北疆边关 关墙之上 女帝紫若燕身披金甲 内衬黑袍红袖 背负双手 凝望着远方 在他边上 身着重甲的钟立霜 同样瞧着前方 蛮人大营 蛮人大营 都是巨木兽皮搭建 隐约有着光芒流转 仿佛是天降赐福 那就是蛮人圣尸的本事 代表着 他就坐镇大营当中 自从陛下来到此处 跟蛮人圣尸 交手三次 全胜 这个老东西 还真是够硬的 钟立霜十分不解 他想不明白 这家伙又打不赢陛下 死赖在这做什么 不管他有何图谋 在实力面前 都是虚妄 紫若燕轻轻开口 声音清零 却蕴含着一丝肃杀 上次交手 他已经被朕的剑气所伤 再交手 讲到这 紫若燕那清冷的眸中 浮现出力芒 朕必斩他 嘿 那是自然 陛下为当 士官绝天下的天骄 区区一个行将旧木的老东西 哪里拦得住您 钟立霜也是放声大笑 在这北疆征战 有陛下清零 他根本没多大压力 大将军 有传令兵上了边关墙上 奉上信件 皇城来的 忽然来信 让钟立霜很意外 接过来 发现是两封 竟然还有家书 算算时间 好像有些日子了 钟立霜拆开来看 桥间最开头一段 就面色微变 血云楼在我们大延皇朝的分楼 被陌生强者覆灭了 陛下 紫若燕面露意外 偏头看向钟立霜手中的信件 来信之人 是敬畏统领刘彦 此事应该是真的 他不会在这种事情上作假 竟然有这种事 有些不妙 紫若燕皱着眉头 他立刻想到 血云楼总部那边 恐怕会有所动作 就在紫若燕 为这过时情报忧虑时 却忽然发现 边上钟立霜气息 似乎有些不对劲 钟将军 紫若燕一转头 就惊讶的发现 钟立霜浑身灵气暴动 身躯颤抖 身上重甲是哗哗作响 目光 更是死死盯着手中的两封信 一封来自刘彦 一封来自钟阳明 紫若燕 是何等境界 目力惊人 只是一扫 就看清楚信件内容 沉迷萧天南色 天天精心打扮 甘愿陪伴左右 这一个个内容 让紫若燕都为之吃惊 不至于吧 钟立那丫头 怎么会 萧天 有这么大的魅力吗 朕当初倒是没看出来 紫若燕想起那日清晨时 略做点头 倒是挺俊的 紫若燕还真是没想到 自己这个名义上的夫君 还有这本事 一个普通人 还能将钟立 这匹小猎马给驯服 真是 想到这的紫若燕 心中略微有那么一丝丝的不快 而她这种小情绪 正是来自这位女帝大人 对自己的私有物 被人触碰的潜意识反应 死丫头 回去不打了你屁股开花 老娘就不是你娘 钟立双更是暴怒 灵气震碎了性 一巴掌拍在面前的墙朵上 一掌下去 整个边关城墙的墙体 都是在微微震颤 钟立双一震 自己这一掌 威力有这么大 可很快 她就反应过来 震动的不仅仅是城墙 还有着外面的大地 远处黑压压的一条线 不断碾压过来 一个个肌肤 泛着青色 浑身黑色图腾的蛮人 呼吼着提着大刀 朝着城关 发起了冲锋 而这群蛮人的上空 一个披着兽皮 头戴白骨面具的老者 握着鼓掌悬空 他体内的灵气 涌入其中 念念有词 化作被点燃的光芒 落在下方蛮人战士的体内 蛮人战士 各个闪烁光芒 冲锋的速度 也是在不断的加快 蛮人 气机双手握着锯锤 凝视前方的蛮人大军 小心 紫若燕点头 冲天起 纵身朝着蛮人圣尸袭去 他整个人宛若 化作了剑光 凛冽的寒气 弥漫四周 温度都似乎开始下降 刹那间 紫若燕便是掠过 最前方的蛮人战阵 直指悬空的蛮人圣尸 而他掠过的地方 是化作雪白 一个个冲锋的蛮人战士 身形动作 仿佛是被凝固 体表浮现冰霜 最终化作一个个冰雕 被后方冲锋的同胞 撞成了粉碎 甲虚 你当真是不要命了 紫若燕提剑变斩 剑气寒霜 仿佛要将这空间都给冻结 苍老的声音 从白骨面具下传出 大眼女帝 老朽 只是为了给我们蛮国 博一个未来 事情完成之前 可不敢死了 很可惜 蛮国的未来 要断送在你的手中 紫若燕见光如铺 逼得这蛮人圣尸甲虚 节节败退 不断后撤 那寒霜剑气更是让他动作不断迟缓 只能硬抗来自紫若燕的攻势 先前的伤势爆发 口喷鲜血 染红了发白的胡须 紫若燕面若寒霜 手中剑风散发着森冷寒意 不需要多久 他就能斩了这蛮人圣尸 紫若燕又是一剑斩出 冰蓝色的可怕剑气 横贯长空 你不该出蛮国 没了护国大阵加持 不会是阵的对手 望着面前的剑气 甲虚感慨莫名 不愧是大眼女帝 果然风华绝代 冠绝男 荒育年轻一辈 而他 也是停滞在半空 不闪不闭 碰 剑气没有落在这个蛮人 圣尸身上 燃烧的红色屏障 忽然是浮现出 挡住了这一道可怕的剑气 寒意凛然的剑光 仿佛破碎的冰晶 飘扬在半空当中 而这红色屏障 突兀出现在紫若燕的四面八方 将他死死封在其内 一道道燃烧的血线 从屏障的节点延伸而出 跟贾虚的鼓掌连接着 风阵 紫若燕看着四周 面色凝重 原来如此 你吐血是在化阵 贾虚体内灵气 源源不断的 灌注到手中鼓掌 不错 这然血风灵阵 由我亲自作阵 大眼女帝 你想要脱困 没个十天半远 可是做不到 困住阵 有何意义 这北疆边关 你们也破不了 紫若燕柳眉一拧 盯着贾虚 他不明白 这有什么意义 大眼女帝 黑魂殿出了一笔老朽 无法拒绝的价钱 让我出手拖住你 贾虚一边咳嗽 一边开口 想必现在 黑魂殿的独掌老人 已经到了大眼境内吧 可怜大眼皇城的百姓哦 可惜 你现在回不去了 紫若燕面色阴郁 体内灵气 彻底狂暴 在燃烧的血色屏障内 引动着狂暴的风雪 而他冰冷蕴含着 可怕杀意的声音 传递而来 贾虚 若是大眼生灵涂炭 朕要你们 整个蛮国陪葬 咚 钟立霜一记猛锤 轰杂地面 震荡的气静 将四周蛮人战士 打得人仰马翻 而这时 紫若燕的怒吓 也是传递而出 响彻在了整个战场 钟立霜连忙抬头 瞧见紫若燕被风困 面色俱变 陛下 不要过来 死守边关 不要让蛮人突破 紫若燕的喝声 阻止了钟立霜的冲锋 军令如山 陛下有指 就算钟立霜 担心紫若燕的安危 依旧是咬着牙后撤 然血风凌震中 紫若燕红唇微张 轻吐口气 前方凭空服 献出寒霜 认命吧 大眼女爹 贾虚抓着鼓掌 一动不动 紫若燕盘西座 在半空中 寒霜长剑 放置在膝盖上 震不明白 值得吗 用了这然血风凌震 你再无突破境界的可能 贾虚轻咳两声 笑道 当然值得 有了这一笔报酬 蛮国就有资格 继续北上 拿下新的疆土 从你父皇突然失踪 我就知道 大眼皇朝的水 太深了 蛮国 还是多远一点的好 紫若燕沉默不语 目光冰冷的盯着假虚 血云楼总部 有可能的报复 非魂殿独找老人的威胁 的确让人心烦意乱 呼 又是吐出口寒气 紫若燕让自身体温下降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情绪 很快就平息 着急发怒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想办法 尽早脱困 回原大眼皇朝 让损失 减少到最低 假虚把持着股杖 瞧着 被自己拖住的紫若燕 赞叹不已 不愧是声名赫赫的 大眼女帝 没有被情绪控制 浪费自身灵气 看样子是在积蓄力量 寻找机会 但不管如何 拖住你的任务完成就行 可怜那些无辜的人 假虚目光 看向大眼皇朝 叹了口气 没办法 一切为了蛮国 大眼皇朝 青眼山上 这里打的野猪肉 就是要香得多 谁也甘甜 好山 萧天抹了把嘴上的油 打了个宝格 舒坦 旁边则是多出了一个 偌大的骨架 小山堆一样的野猪肉 扒承进了萧天的肚子 亲王大人 你这也太能吃了吧 钟灵在旁边 望着那骨架 嘴角抽搐 不说他 旁边守着的女近卫 也是瞠目结舌 他们想不通 萧天的肚子 怎么装得下这么多肉 消化好 没办法 萧天用细草剔牙 随口回答 实际上 正是因为 他的身体太过强大 消化能力 堪称逆天 几乎没什么东西 那是萧天消化不了 哪怕是穷到吃土 都能消化出营养来 就是这么夸张 当然 被女帝包养 要沦落到吃土 很难 山好谁好 这青眼山 真是不错 能不能包下来 专门养些牲畜 岂不是妙得很 这时候 也差不多该回去睡午觉了 萧天撑着膝盖站起来 瞅着左右 嗯 怎么少了人 我拜托他去青眼镇 带些青眼酒回来 让青王大人尝一尝 钟灵轻声解释 其实 也希望刘姐 顺便祭拜一下她的丈夫 萧天有些意外 青眼镇 当初她丈夫死守的镇子 就在这附近 是的 我想刘姐 肯定想将血云楼覆灭的好消息 跟她丈夫说说吧 钟灵说着 小心翼翼道 青王大人 可别怪我自作主张 值得一提 青眼镇的酒 真的很好喝 因为是用这青眼山的山泉酿造 别有一番风味 瞅着钟灵 小心翼翼的目光 萧天叹了口气 你能不能淡定点 搞得我很可怕一样 像个坏人 嘿嘿 钟灵尴尬的笑了笑 没办法 萧天当初杀气全开时 给他带来的心理阴影 一时间还没办法消散 青眼镇 萧天轻声嘻喃 对这个镇子 他有些兴趣 他不是傻子 萧天觉得这个青眼山环境 肯定特殊 不然 这山上猎物的肉 为什么就要好吃那么多 用这山泉蒸煮的米 偏偏比宫中 好吃那么多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萧天笑着开口 既然镇上的酒不错 食物方面 肯定不会让人失望吧 如果真的不错 出钱让青眼镇的百姓 帮忙养些牲畜 配上好酒 这嘴以后就亏欠不了 走走走 带路 我要去这青眼镇实地考察一番 萧天朝着钟灵指挥起来 钟灵看了眼周围的营帐 猎物 那这些东西怎么办 万一我们去镇上 刘姐刚好回来 彼此错过了呢 这简单 你们留在这 约莫半个时辰后 没见到我们和刘燕回来 就带着东西回宫 萧天扭头 朝着旁边几个女镜卫开口 这帮女镜卫面面相去 其中一人拱手道 亲王大人 我们的职责是守卫你的安全 那个 行了 你们家一起都打不过这小丫头 没必要 萧天摆了摆手 打断了这女镜卫的话 就当你们放假半天 好好休息一下 劳意结合嘛 说完 萧天都不等这帮女镜卫缓过神 就已经在钟灵带领下离开 等到两人身影消失之后 女镜卫们彼此对视 无奈的耸了耸肩 亲王还真是任性 对吃河睡 特别的执着 也不知道陛下 到底是看上了他哪一点 少将军更奇怪 他竟然跟陛下抢 这女镜卫话还没说完 就被其他同伴连忙上前捂着嘴 避免他继续胡乱开口 慎言 慎言啊 青岩镇 镇口 一座墓碑立在镇子口的河边 并且诉着雕像 整个青岩镇集体出钱修建 就是为了纪念当初的救命恩人 可这雕像此刻 却是弥漫着光芒 成为了一个阵法的节点 笼罩在了整个青岩镇上 噗 刘燕的身形 从远处被轰飞过来 砸在了自己丈夫的雕像上 滑落在地 一口鲜血 染红了地面 听闻大言皇朝女帝的禁卫团 都是战场上的老兵 经验丰富 实力强劲 如今看来 也不怎么样 浑身笼罩在黑袍的年轻人 站在不远处 浑身萦绕着灵气 语气嘲弄 在他身后 一个老者背负双手 阴冷的目光 凝望着前方被阵法笼罩的阵子 黑魂殿 刘燕手指扣在地面 心已经沉到了谷底 青岩镇 凶多吉少 钟灵的好意 正合刘燕的心意 他来到青岩镇 打了丈夫最喜欢的酒 正在祭拜的时候 竟然发现有人 在青岩镇外布置阵法 凶煞之气弥漫 赫然是献祭阵法 这陌生黑袍人 居然是要献祭整个青岩镇的百姓 刘燕连忙打开青岩镇的防御阵法 出手阻止对方 刚一动手 他就发现情况不妙 对方的实力比他强 凭借气息粗略推断 应该是刚刚突破 进入五阶破空境一重 自己 只是四肩涅槃境九重 他能够坚持这么久 完全是对方 在故意戏耍自己 似乎将他当作了磨练的对方 直到对方发力 将他击飞倒地 他才看到对方的白骨腰牌 黑魂殿 南皇玉的顶尖势力 就算是血云楼这种的 第一杀手组织 也不愿意去招惹 只因黑魂殿的人 都是穷凶极恶之徒 萧行的功法都又邪又怪 行事手段更是嚣张暴力 并且黑魂殿的人非常护短 十分小心眼 如果招惹到了 就仿佛是牛皮血 甩脱不了 可纵然是黑魂殿 再面对陛下 也不敢太过放肆 问题是陛下如今不在皇城 而是在北疆边关 原来如此 刘燕捂着被冻穿的肩膀 缓缓从地上爬起来 你们黑魂殿 恐怕跟蛮国有合作 蛮人南下 进攻北疆 那蛮人圣师亲自出手 逼迫陛下御驾亲征 你们趁虚而入 真是好算解 我们大言皇朝 到底是有什么东西 值得你们这样 黑魂殿六邪的独爪老人 像圆白 居然带着爱徒 穿心剑谷红帽 亲领我们大言 啪啪啪 黑袍年轻人谷红帽 轻轻扶长 很聪明 反应也很快 好了 让你练剑 已经浪费不少时间 避免夜长梦多 解决了它 尽早做事 边上 独找老人 向圆白声音沙哑 血迹这青岩阵的人 要一点时间 盯着大言皇朝的人不少 别惊动了其他人 谷红帽 那苍白的年轻面庞上 露出兴奋的表情 老师放心 青岩阵在这山中 很隐蔽 不会被人发现的 真是令人期待 绝望的看着身体 被分解 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应该会很好听 一边出声 古红帽提着剑 陡然冲向了面前的刘燕 杀 古红帽黑袍的长袖下 细长的软剑 忽然往回一收 下一刻 长剑从绣袍当中 以极为刁钻的角度 刺向刘燕 如毒蛇突袭 嗯 刘燕闷哼一声 强忍着痛楚 连忙抬刀去当 细长尖锐的剑尖 点在刘燕手中刀身 蹦剑出火花 可见身上高速 刺来伴随的力道 震得刀身震战 刘燕的手都在发麻 哈哈哈哈 古红帽口中 发出尖锐的笑声 长剑不断甩动 如同软鞭 从各种角度 刺向刘燕 全力出手的古红帽 速度奇怪无比 境界的差距一览无余 不愧是百战老兵 果然经验丰富 竟然还能防住 我的钻心蛇剑 可是 这一剑呢 古红帽话音刚落 原本柔软的细剑剑身 在灵气的作用下 陡然绷直 咻 初剑如闪电 这一剑 宛若尖刺穿心 陡然掠过 刘燕急忙举刀 慢了 细长剑身 跟刀被摩擦 刺刺的火花 迷乱了刘燕的视线 噗吃 刘燕手臂被刺穿 灵气震荡 让他再也拿不住 手中战刀 跌落在地上 光荡 战刀砸在地上的声音 响起一瞬间 古红帽一脚 狠狠的踏向前方 正中刘燕腹部 划 刘燕瞪着眼 张口狂吐鲜血 倒飞着砸在地上 拖出一道浅浅的沟壑 最终是撞在 丈夫的墓碑后停下 嗨嗨 鲜血伴随着剧烈的咳嗽 不断从刘燕口中喷出 五脏六腑仿佛翻江倒海 浑身几乎要散架 刘燕喘着气 口中吐着血沫 想要爬起来 身形却是一个亮枪 再次坐在了地上 你怎么不叫啊 喊起来了 古红帽走到刘燕面前 一脚踩在对方的肩膀上 宁笑着开口 砰 瞪着古红帽 一声不吭 没意思 古红帽收敛了笑容 一剑朝着刘燕的心脏刺去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 刘燕没有恐惧 身躯贴着丈夫墓碑 仿佛在对方的怀里一样 夫君 身为你的妻子 我没有给你丢脸 刘燕露出骄傲的笑容 闭上了双眼 准备迎接死亡 就在刘燕必死无疑的时候 一根指头忽然从旁边伸了出来 轻轻一弹 叮 清脆的金属碰撞声响起 那即将刺穿刘燕心脏的剑尖 居然被弹飞了回去 古红帽面色俱变 他能清楚地感受到 剑尖传递而来的可怕力量 反翅的力量 让他亮腔着后退 手中的穿心剑差点 没脱手飞出去 你想对我的护卫头子 做什么 熟悉的声音 以及迟迟没来的死亡 让刘燕吃惊地睁开双眼 当他睁眼的时候 就发现萧天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来到他边上 亲 亲王 刘燕瞪着双眼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萧天挥手朝着那古红帽一指 小丫头 削他 交给我 钟灵嘴角轻轻翘起 冲向前方的时候 已经拔出长剑 剑身如火 灵气涌动下 他宛若火红流星 狠狠撞向那 亮腔后退的古红帽 刚才难道是少将军 替我挡下了致命一击 刘燕明白过来 心中笑话自己胡思乱想 刚才 他竟然会误以为 出手挡住古红帽攻击的人 会是亲王 想想也不可能 亲王只是普通人 毫无修为 怎么可能挡得住黑魂殿年轻一辈 赫赫有名的穿心剑 让你打得久 怎么差点把自己给打死了 萧天一边说 一边打量着对方废了的双臂 刘燕听到这话 还没回答 就见到萧天忽然伸出手 掐住自己的下巴 然后 自己的嘴被对方撬开后 被强行灌下两颗丹药 然后 将满是血污的双手 随便的往身上抹了抹 丝毫不嫌弃 这一瞬间 刘燕感觉自己 对萧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不好 亲王 你快让钟灵带你离开 愣神之后 刘燕面色一变 急忙开口 那是黑魂殿的独找老人 向圆白 七阶爵省尽的强者 留在这 会死的 对于刘燕的担忧 萧天目光移转 停留在了 那个浑身披着黑袍的老者身上 旺财 感知下这个老头的实力 萧天心中想着 向系统发号施令 目标境界实际上 为七阶爵 省尽八重巅峰 灵气属性为水 毒混合 疑似擅长毒攻 系统瞬间回答 替萧天答疑解惑 真是奇了怪了 怎么在我的感知里 无论是钟灵这丫头 还是刘燕 还是这老头 实力差不多啊 主人 因为您太强了 他们在您面前 只是脆弱又可怜的生命 境界的差距 对您来说意义不大 萧天吸了口气 面色有些凝重 七阶觉醒进八重巅峰 这个实力 钟灵这个五阶破空进三重的丫头 肯定赢不了 怎么办 想要解决麻烦 恐怕要自己出手 可刘燕就在旁边看着 他可是老兵 宫中敬畏统领 他知道自己实力 能不跟女帝说 女帝知道了 能不使唤自己帮忙 自己不答应 零花钱被停了怎么办 就算有私房钱 坐吃山空 难道又得出去 干杀手的活养自己 这绕来绕去 不就绕回来了吗 萧天脸色有些难看 回头瞅了眼刘燕 心情很不好 秦王 无需害怕 我拼死也会让你离开 面对萧天的表情 刘燕鸣显示误会了 他误以为 萧天是被独爪老人吓到 心生俱异 可实际上 萧天是不想在他面前 把这独爪老人 一巴掌拍死 萧天情绪有点烦闷 美好气的瞅着刘燕 刚给你服用丹药治好伤 你就急着送死做什么 我 刘燕刚开口 也是一证 惊讶的发现自己的伤势 竟然好得七七八八 废掉的双臂 恢复得七七八八 只是有些不适和轻微疼痛 刚才自己吞的丹药 该多昂贵 恐怕 这丹药 是陛下赐予 用来保命的 可萧天 却直接给自己吞服 如此看来 这亲王 也没想象中那么差劲 眼下 也没时间 去想东小西 前方少将军中灵 的确是将那穿心 剑骨红帽 打得节节败退 占据上风 旁边独爪老人 可没法当不存在 他一旦出手 局面 就会瞬间逆转 亲王大人 少将军天资纵横 再给他一些时间 必定成为大盐皇朝的中流砥柱 他不能死在这 你也不能死在这里 再过一下 我会拼死争取一些时间 你们赶紧逃走 将此地状况 汇报出去 皇城开启阵法 就算是这独爪老人 也攻不进去 只要拖到陛下归来 他定然会为我们 报仇血恨 刘燕的态度十分坚决 将地上的战刀捡起 凝视着前方 旁边的萧天 瞧着刘燕 这视死如归的模样 头疼得很 刚才他出手救人 那是趁着对方 闭着眼看不到 瞧瞧刘燕 现在精神百倍 眼睛瞪得像同龄 不愧是杀手组织的丹药 疗伤效果 也太好了 萧天瞅着刘燕 从刚才冰死的状态 如今精神抖索 脑壳疼 而旁边 刘燕则是凝视前方 少将军 变得更强了 那是 剑义雏行 啊 萧天回过头 瞧着钟灵 一手长剑舞的花里胡哨 还冒着火 一脸奇怪 什么雏行 剑义雏行 一旦成刑 凝聚成剑义 同镜之中 不诚意的修行者 根本不是少将军的对手 刘燕与其颤抖 他这一瞬间 更加坚定 让钟灵带着亲王萧天 赶紧逃离的想法 少将军死在这里 太可惜了 刘燕心中想着 看着灰剑 碾压骨红帽的钟灵 充满了羡慕 反倒是萧天看着一头雾水 在他眼里 并没有觉得 钟灵这件有什么特殊之处 唯一的感受 就是耍得挺好看 萧天无所谓 刘燕在那羡慕 直面钟灵 这火之剑舞的古红帽 却是在内心嘶吼 咆哮不休 该死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他眼中充满了怨毒 极度的发狂 钟灵年纪比他小 境界比他强 如今 还领悟了剑一雏形 他也用剑 十分清楚 这其中意味着什么 极度让他有些失去理智 手中的剑 自然也就乱了 碰 灵气被震溃 古红帽手中常剑 脱手而出 在空中旋转着 刺入土中 就你这样的货色 还敢来大言撒眼 钟灵语气自傲 微微抬起下巴 反手就是一剑 朝着对方咽喉掠去 杀招凌厉 剑身上的烈焰 带起一片火光 身上火红的衣袍 随之起舞 如绚丽的焰火绽放 这才是大言皇朝 年轻一代的天之娇女 骄傲的少将军 会死 古红帽瞳孔收缩 第一次感受到 死亡的恐惧 浑身瞬间渗出了冷汗 衣衫被打湿 哇 震战声 突兀的响起 原本削向古红帽咽喉的长剑 撞击在一片紫黑色的灵气上 紫黑色灵气挡住这一剑 再次化作小蛇 攀爬向剑身上 不好钟灵低呼一声 急忙将手中长剑甩了出去 抽身后撤 来刀天身边 长剑落地 发出痴痴声响 剑身瞬间是嗅疾斑 甚至浮现出腐蚀的坑蛙 常见下一片地面的青草 立刻枯死 土地都是变得发干发白 剧毒 钟灵看得小脸发白 若是他反应慢一点 自己一只手 恐怕就别想要了 人外有人 这下可清楚了 独找老人 向原白慢慢踱步 走到了徒弟古红帽身边 古红帽攻身行礼 老师 清楚了 小丫头 很有勇气 在我独找老人面前 居然还敢动剑不逃 向原白盯着钟灵 赞叹有加 同时 他更是偏过头 看向萧天 大言亲王萧天 虽然是个普通的废人 但也是有一副好皮囊 长得俊 子若因为大言一代女帝 找了你这么个 货色当丈夫 别人不解 但在老夫看来 你在他心里 必定十分特殊 奇惑可惧 不过 旁边的古红帽 似乎并不认同老师的想法 从头到尾 都死死瞪着钟灵 根本不带正眼瞧着萧天 但萧天双眼 却是有些放光 独找老人 向原白的话 让他有了想法 白痴 一边的钟灵 瞧着两仕途的举动 低声骂了一句 钟灵已经搞清楚了 刚才萧天出手救人 这两人压根没看到 向原白 一直盯着青岩阵看 所以没看到 亲王大人 一直弹开古红帽 而古红帽 根本没看清 亲王大人的行动 就被自己的进攻 逼迫着后退 恐怕他以为 刚才弹开那一件的是自己 可怜的两个家伙 根本不知道 亲王大人有多恐怖 钟灵撇了撇嘴 对萧天盲目自信 他看到独找老人不逃 也正因为有萧天兜底 就当钟灵想着的时候 忽然恶然的发现 萧天脸色惨白 满头大汗的走了出来 仿佛 很害怕的样子 独找老人向原白 我早就听过你的大名 也知道 今日恐怕凶多吉少 不过 如果你饶我一命 我可以把女帝的一个大秘密 告诉你 萧天这话一开口 向原白眼中露出一抹金光 而旁边的谷红帽 对于萧天贪生怕死的表现 鼻翼之色更甚 萧天 后方刘燕 更是勃然大怒 对着萧天直呼其名 唯独钟灵玲珑精致的小鼻子 动了动后 一脸无奈地看着 萧天脚下破碎的酒坛 心中忍不住吐槽 亲王大人 您这汗水的酒味 也太浓了吧 哪有把酒抹脸上 假装自己害怕到冒汗的呀 释出反常必有妖 萧天这样做 肯定有自己的原因 钟灵也不多嘴 怒要冲上去的刘燕 少将军 你为什么要拦着我 刘燕不理解 扭头盯着钟灵 想不通 萧天的举动 明摆着是要背叛陛下 刘燕 不要轻举妄动 亲王如此做 那是有自己的考量 钟灵低声开口 示意刘燕稍安勿躁 有些事情 我也不能跟你说 刘燕望着钟灵 目光中有些绝望 少将军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不理智了 有意思 女帝的秘密 像圆白脸上露出笑容 似乎很高兴 老夫可以答应你 如果这秘密很有用的话 可以饶过你们性命 说吧 向圆白伸出手 示意萧天可以开口了 可萧天却轻轻摇头 独找老人 我虽然是普通人 但也没这么笨 要是直接说了 你反悔怎么办 向圆白却是轻笑了起来 望着萧天 紫若燕的小白脸 老夫此次前来 另有目的 你口中的秘密 对老夫来说 只是额外的收获 你没多少选择 只能赌 话说到这 向圆白语气一顿 凝望萧天的目光充满细血 独老夫会遵守承诺 萧天沉吟着 似乎在考量着什么 好久之后 才指着钟灵和刘燕 这样 你让他们两人先走 他们走远后 我再说出这个秘密 就算你反悔弄死我 起码还能活下来两个人 萧天的话 让背后 有些暴躁的刘燕震住了 他本以为萧天 是贪生怕死 才用女帝陛下的秘密 换取狗活 但眼下又算什么 深吸口气 刘燕目光坚毅 亲王大人 我职责所在 就是护卫你的安全 不如你将秘密告诉我 我替换你留下 可刘燕话音刚落 就被萧天粗暴的打断话语 胡闹 你当这位像老前辈脑子不好使吗 萧天瞪着刘燕 我怕死 留下来是会说秘密 你不怕死 留下你有什么用 当然 这只是萧天演戏的说法 他真的恨不得一脚踹飞 这个蠢女人 老老实实按照自己的剧本走 跟着钟灵逃命就行了 替换自己干什么 开玩笑 你留下来又弄不死这两个菜鸡 刘燕 亲王大人一番好意 咱们不要辜负了他 这时 钟灵也知道萧天的意图了 开口劝说 很显然 萧天不想暴露实力给刘燕 所以让他们两人先走 他才方便出手 萧天再次出声 并且瞪了眼钟灵 赶紧走 对于亲王大人的暗示 钟灵心领神会 便是拽着刘燕要离开 老夫有同意吗 可这时 像圆白的声音 却忽然响起 让钟灵拽着刘燕的脚步一将 而萧天 也是眉头一跳 半想后 萧天露出笑容来 继续看向向圆白 向老前辈 我的这个建议 有什么不妥吗 没什么不妥 只是老夫先前说了 这里你说了不算 向圆白轻轻摇头 语气似乎有些调侃 你没有选择 萧天沉默片刻 继续道 向老前辈有所不知 这个大秘密 我知道一个情报 跟血云楼探究的有关系 嗯 血云楼三个字 让向圆白眉头 难道这个秘密 真的跟他们黑魂殿知道的那个情报 有所关联 萧天瞧着面前 这独找老人的小动作 心中知道自己这话 让他异动了 趁热打铁 萧天紧跟着开口 所以向老前辈 放他们二人离开 我定然知无不言 言而不尽 而且 您放走这两人之后 我也更确信 你愿意饶我一条性命 我这边 还掌握一些特殊的小隐秘 完全能一并告知 以示诚意 此刻 后方流燕神情 十分的悲愤 萧天如今有些卑微 甚至是谄媚 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 和钟灵的性命 他深深知道 黑魂殿的形式作风 萧天真的说出秘密 肯定是活不了 他相信 萧天也知道这个道理 可他愿意牺牲自己 救下他和少将军 他刚才竟然还怀疑他 责备他 真不是个东西 萧天 你话说的的确很漂亮 但很可惜 你凭什么跟老夫讨价还价 向圆白依旧摇头 拒绝萧天的提议 萧天很意外 他抬起头来 十分错愕 老夫是黑魂殿六邪之一 形式向来是随心所欲 向圆白痴笑 折望着呆滞的萧天 抚须道 摆在你面前的选择 只有一个 说出你知道的一切 如果你说的内容 让老夫高兴 留你一条狗命 在身边伺候 也未尝不可 向圆白的话说完 四周瞬间是安静了下来 钟灵一巴掌拍在额头上 他觉得这位黑魂殿的六邪之一 这辈子的路走到头了 至于刘燕 根本不知道真相 则是愤怒的咆哮 向圆白 你实在是欺人太甚 一 咆哮的刘燕话 还没说完 就感觉到四周的情况 有些不对劲 好安静 安静的 甚至有些过分 刘燕低下头来 发现破碎酒坛当中 荡漾的酒液 这个时候 竟然仿佛是被凝固了一样 诡异之极 哈哈 笑声 突兀的响起 回荡在这个青年镇的镇口 刘燕抬头朝着 前方看去 瞧见发笑的人 正是萧天 萧天一边笑 一边摇头 指着对面的向圆白 你个老不死的 真是搞得我没话说 你 听到萧天竟然胆胆骂自己 向圆白心中一怒 正要出手教训一下对方 可突然 他感觉到自己的遍体冰寒 浑身开始渗出冷汗来 仿佛是被大恐怖盯上 整个身躯脱离了自己的控制 可怕的威压 以萧天为中心 朝着前方碾压过去 向圆白被吓得浑身发颤 亮呛着后退 不可置信的望着面前萧天 你 向圆白哆嗦着 双眼瞪着前方的萧天 在他眼前 原本人处无害的大炎亲王 此刻却仿佛是杀气遮天蔽日 即将带来无穷无尽毁灭的魔主 对方的契机从体内弥漫出来 甚至扭曲着空间 我是真的搞不懂 你们这帮人脑子有毛病吗 好好说话 不愿意听吗 萧天暴怒之下 猛的一脚跺在地上 咔嚓 大地崩裂 破碎的裂痕中 尘土如同喷泉建设而出 恐怖之极的力道 顺着裂缝延伸而出 青岩镇边上的两座山峰 直接从中间裂开 鼠之不尽的飞兽 被惊得飞了起来 一脚 裂双风 向圆白看得头皮发麻 双腿再也撑不住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萧天看着面前 这个向圆白 心里就烦躁 他就搞不明白了 为什么这个世界的人 不愿意讲道理 萧天半蹲在向圆白面前 低着头叹了口气 我真的不愿意报道自己实力 只是简单的 想把这个敬畏统领 找借口知识开 这个要求 就有这么让你为难吗 想到这 萧天看着面前的 向圆白不出声 就知道望着自己瞎哆嗦 心中火气 就止不住往上冲 仰手就是一耳光 抽了过去 啪 向圆白身为七阶觉醒进 也算身经百战 应急反应下 灵气护体 可在萧天 这一耳光面前 根本没用 直接碰的爆裂开 问你话呢 吭声啊 向圆白捂着肉眼可见 肿起来的脸 微微缩缩着开口 我 我都是误会 前辈 啪 萧天又是一耳光过去 我才二十出头 你会不会说话 嗯 这位大人对不起 啪 萧天冷不丁 又是一巴掌扇了过去 说话大声点 我听不见 向圆白嘴角一出鲜血 双手钻紧 深吸口气后 喊道 大人 我啪 啪 啪 萧天正手反手 照着向圆白 就是一顿猛抽 你吼 这么大声干什么 吓到我了 知道不知道 向圆白跌坐在地上 都被萧天给抽猛逼了 赤果果的羞辱 跟过去自己的厮杀相比 这耳光并不疼 但却想得可怕 萧天将自己的尊严 狠狠地践踏在地上 拼命地摩擦 可向圆白 偏偏不敢反抗 只能硬生生 承受着屈辱 不断开口 向萧天求饶 少 少将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刘燕的声音都在发颤 看着前方死命掐着自己 怀疑他是不是在做梦 先前嚣张跋扈 目中无人的独找老人 向圆白 刚才明明是在羞辱亲王大人 逼迫亲王 可转眼之间 手无腹肌之力的亲王 摇身一变成了大魔王 抽得那像圆白 跟条老狗一样 苦苦求饶 尤其是旁边 被萧天一脚跺地 裂开的两座山 简直如梦幻般 让人难以置信 正如你所见 亲王大人 强得过分 钟灵拍了拍刘燕 一脸认真 所以你千万不要告诉陛下 亲王真正的实力 不然 你就是忘恩负义 刘燕看着钟灵淡定的表情 恍然大悟 邵将军 原来早就知道 难怪他性情大变 对萧天言听计从 是啊 邵将军 一直都是崇拜强者 拥有如此恐怖实力的萧天 能够折服他 也是合情合理 邵 邵将军 血云楼该不会 刘燕脑海中 灵光一闪 瞳孔剧烈收缩 钟灵点了点头 既然你已经知道 亲王大人的实力 也没必要瞒着你了 不错 覆灭了 血云楼的神秘强者 正是亲王大人 刘燕如遭雷击 他真的没想到 替丈夫报仇的神秘强者 竟然是亲王大人 他僵硬的转过身 朝着萧天那边看去 黑魂殿六邪之一的独找老人 那是令不少人 闻风丧胆的可怕存在 此刻 却卑微的坐在原地 一动不动 任由亲王大人 抽他的耳光 可怜啊 哪怕是刘燕 看着像圆白 都有些同情对方 瞧瞧那张老脸 被亲王大人抽的他老妈 都认不得了 可刘燕看着看着 却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那向圆白双手十指 刺入泥土当中干什么 等等 难道是刘燕忽然面色一变 急忙开口向萧天喊道 亲王大人 快退开 完了 被抽成猪头的向圆白 脸上忽然是露出了滑稽的笑容 他体内的气息疯狂滑落衰退 灵气也是瞬间枯竭 但萧天脚下的土地 却是忽然泥泞不堪 化作了紫黑色的沼泽 几乎是这一瞬间 向圆白陡然后撤 而他面前的萧天 整个身子都是陷入了毒爪当中 萧天 你大意了 这是老夫不惜燃烧寿命 施展的名毒爪 哪怕是九阶入圣经的强者 陷入其中都会毒发身亡 十阶圣经的可怕存在 也无法避免毒素侵入体内 向圆白伸出手 指着萧天 可以明显看到 向圆白手臂多出了许多老年般 藏老了不知道多少 他的语气当中 更是充满了怨毒 好好享受吧 老夫燃烧了三十年 寿命的剧毒沐浴 你的肌肤会开始溃烂 血肉被腐蚀 骨头会变成脆弱 如木炭一样 一捏就碎 挣扎吧 不过越挣扎 你就陷得越深 毒爪中的毒素 也会加快侵入你的体内 哈哈 就算你实力强劲又如何 还是找了老夫的道 向圆白猖狂大笑 冲着地上脆了口血沫 旁边原本在瑟瑟发抖的古红帽 也同样是放松下来 跟着老师笑了起来 刚才他实在是讲不出话来 萧天都把他吓尿了 如今见到老师燃烧三十年 寿命的明毒爪 陷住了萧天 心神都彻底放松下来 老师耗费如此代价的明毒爪 不存在拿不下萧天 少将军 快救人 刘燕已经是焦急万分 提着刀就要冲上去 却是被旁边的钟灵拉住 钟灵劝说 刘姐 你就不要上去给亲王大人添乱了 可这是明毒爪 亲王大人的确很强 但是读刘燕话还没说完 就被钟灵打断 不 你太瞧瞧亲王大人了 他不是很强 钟灵摇头 再次看向前方 他是强的离谱 刘燕看着钟灵说完之后 嘴角在微微抽搐 再次看向前方 面色巨变 他看着萧天面无表情的 从那明毒爪当中走出 甩了甩身上的紫黑色泥 那紫黑色的泥点 不过指甲盖大 被萧天甩在旁边地上 就腐蚀一大片的范围 可萧天却跟没事人一样 尤其是随着这毒泥滑落 露出来的肌肤 似乎比刚才更加光滑白嫩了 你这一招 不错 萧天伸出手 朝着向圆白竖起大拇指 燃烧自己的寿命 替我去死皮 向圆白燃烧了自己三十年 寿命的明毒爪 非但没有要了萧天的性命 反而给对方 来了一个全身的美白 远处的刘燕 已经是开始揉搓脸 对萧天的恐怖 有了全新的认知 萧天没有理会 向圆白 近乎呆滞的目光 他站在这明毒爪的旁边 好奇地瞅着 这紫黑色的泥沼话说回来 你这玩意 真的这么厉害吗 萧天挺好奇的 转身朝着古红帽的方向走过去 古红帽看到萧天 竟然是朝着自己走过来 吓得是魂飞魄散 双腿疯狂蹬着地面 连滚带爬的就要逃 可他刚刚爬起身 还没窜出去 就被萧天一 把拽住了后衣巾 提了过去 放开我 放开我啊 恐慌的古红帽 疯狂蹬着双腿 并且伸手朝着腰间摸去 腰间衣袍的夹缝中 古红帽陡然掏出匕首 对着萧天的眼睛刺去 萧天根本就没有避开 自顾自的提着古红帽 朝那明堵找过去 下一刻 古红帽清楚的 看着自己的匕首 刺在萧天的眼球上 可匕首的刃间 刺在萧天 那晶莹剔透的眼球表面 却是直接崩碎开来 古红帽梦了 看着手中崩碎的 只有短柄的匕首 开始怀疑人生 自己的匕首 刺对方眼珠子的时候 碎掉了 脑子里已经彻底 紊乱的古红帽 忽然感觉自己 凌空被抛了出去 然后整个身躯 跟那明堵找 亲密接触 陷入其中 几乎在陷入明堵找的瞬间 古红帽就开始被腐蚀 眨眼之间人就没了 由此可见 明堵找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这一幕 也是看的钟灵和刘燕 琪琪脸色煞白 再次想起传闻之中 独找老人的可怕之处 黑魂殿的六邪之一 跟他交手时 最为头疼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陷入对方的独找之中 就算是凌空而起 也无法避免对方在空中 制造剧毒的区域 不过 两人看向拍了拍手 一脸无所谓的萧天 相较于独找老人 像袁白这个变态 亲王大人很明显 变态的更过分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是谁 像袁白已经要癫狂 冲着萧天低吼 他情绪几乎要崩溃 自己燃烧了三十年寿命 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只是给面前这个男人 来了一次全身美白 然而 面对他的嘶吼 萧天却是直接无视 只是伸手掏了一把命毒找的泥 往脸上敷了过去 来了一个泥巴面膜 泥 向袁白抖着手 指着萧天气得说不出话来 这种羞辱 比刚才抽自己耳光 还要 更 过 分 可萧天依旧是直接无视了他的存在 将脸上有些干涸的毒泥揭开 回头看向钟灵 小丫头 白了没 嫩了没 亲王大人 这时候你怎么还爱起漂亮来了 钟灵一脸黑线 有些无法理解 萧天的脑回路 小丫头懂个屁 长得帅一点 方便诱惑女帝 萧天摇了摇头 回头看向向袁白 方不方便问一下 你寿命还有多少 向袁白浑身哆嗦着 望在面前的萧天 你什么意思 你这个名毒找 对我有很不错的护肤美白效果 萧天伸出手 适应一个范围 所以 你剩余的寿命 还能用几次 如果说 我给你找来延长寿命的丹药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你能一直帮我制造这种毒泥 来护肤呢 向袁白张着嘴 浑身哆嗦着指着萧天 你 你这个畜生 是可杀 不可辱 老夫 老夫 说着 向袁白 是猛的一巴掌 朝着自己天灵盖 招呼了过去 自劲王 萧天有点猛 这老头 怎么就自杀了 后方的钟灵和刘燕 已经石化在了原地 身为黑魂殿六邪之一 杀人如麻 歹毒残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心性也是十分的坚韧 不然作恶这么多 还没发狂 心境稳固程度 十分强大 但向袁白 却是被萧天活 活给气到自杀 可见亲王刚才的一举一动 到底有多么的过分 女帝出征